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那个枯木禅师 就将这个青虫道长的洛政谷 介绍给人魔星君式 虽然相互间 也有些你看不起我看不起 但是外于情面 大家还是说去久仰久仰又不敢不敢 这时候枯木禅师就问了 不知道星君何时来中原呢? 枯木禅师心里都明白 人魔星君今次来中原 无他都是为了慕容家的武功绝学 最终青衣狐狸只能这样问 校长在旁边就说 那狐狸不出来 这鹰怎么会先飞呢? 枯木禅师明知顾问 哦 这样 星君是为追踪青衣狐狸而来? 那个人魔星君是懒忍然吗? 没错 阿里陀佛 路纳圈星君还是不要插手这件事好些 为什么? 这一阵青衣狐狸就说了 慕容家的武功绝学 绝对不能够浪入旁边左道人的手中 人魔星君一听 咦?你真是帝我 冷笑两声就说 哼 我是旁边左道上的人 现在来了 不知道又如何? 绝尘师太太害怕事情搞大 就说 文浪 你为什么这么说? 人魔星君就说 玉妹 在名门正派人的眼中 我们不是旁边左道吗? 我没有说错 文浪 你又何必捐入武林中的是非里面去呢? 玉妹 你难道眼睛睛睛看着莫姑娘 落入她们的手中吗? 大家见到 一个面鱼十六七岁的小蚊仔 而一个白眉鱼商的老尼姑 竟然商户之间文郎玉妹相清 除了校长老母感到稀奇之外 呼目禅师听得真是又惊奇 又皱沙尾涂 他感到邪派上的人 行为讲话真是不可思议 听到也令人恶心 他在心里面说 这个真是邪派上的人物 行动都违反常理令人难解 但是 这些是邪派上他们难理奸的事 我等人不想管 也管不了 现在最重要是知道 那些青衣狐狸是否在他们手中 这些清場道长阿俊来问 我想问 那些青衣狐狸是否在你们手中 人魔星君继续很傲慢地说 我想不用你们来问 小路都想说一句 慕容家的武功绝贺 也不能落在你们名门正派人的手中 现在他又不开心 又不开心 反问 圣君 这么说 慕容家的武功绝贺 你说应该落在何人手中就好呢 圣君说 武林中的武功 谁得到就归谁 现在既然为莫姑娘所得 当然是归莫姑娘所有 落正谷的话 我们先放下圣君的无论不提 在下正想问一句 既然归莫姑娘所有 那圣君你千里迢迢 从长白山走来这里 又不知为何事呢 落掌门 小路我喜欢去哪里去哪里 不用旁门多问 哦 呵呵呵 你这么说 你不是为了莫姑娘而来的吗 我喜欢去找莫姑娘比试武功 又怎样 关你们什么事 青虫道长是忍不住就骂了 长白人魔 这里不是蔡爱 不到你在这里杀东西 谁知道这个人魔星龟也不放在眼里说 武当杂暮 这里也不是武当 不到你在这里鬼杀那么吵 哇 那青虫火军 噢 一声 拔出出声宝剑就说了 本掌门再问你一句 你够不够青衣狐狸出来 人魔星龟 怕都不怕就说了 杂暮 你听清楚 老虎 老虎不但不教人 我还叫你们赶紧和我赶紧 哎 这个青虫道长 都算是中原武林一大门派的掌门人 在武林中几乎无人不敬 就算是黑道上的人物 看到他也远远避开 就算不避也竟然远远远 谁敢闹口闹闭地顶撞他 就算是厌命场 现在眼睛就有人说自己习毛 即刻拔 哎呀 直到是近乎侮辱性的冒犯 这阵青虫道长的眼睛 锋芒好像两道双刀 挖着人魔星龟 面上的肌肉就不停地震 看他的样子就真的生气了 但是还有一派中司风道说 人魔 你尽管量兵器 他声君冷笑 嘿嘿 老夫跟别人交访 我从来都不用兵器 好 你尽管出招 好啊好啊 老夫九文武当两代太极剑法 世上无伤 我不知道你这个习毛老道学得几成 青虫道长就真的生气了 他就说 本长们就算学得一成 也足以荡平一斜 邪魔坏道 好啊 那老夫今天就另教你这一成功夫 绝尘师太一体 噢 事太严重了 接着就说了 文郎 他说 你不能忍忍 你不能忍忍 那个声君说 玉妹 你都见了 我够忍养了 现在是这个习毛 断断逼人 你不忍忍 少长老见到他们两个差不多交锋了 但他心里面就挂着莫文的安危 就说了 嘿嘿嘿 小老弟 那你又跟道长交手了 嘿嘿 我无空理你了 我老乞义去看看青衣狐狸 不然被他走了 人魔星我来说了 囚核义 你现在够胆揽入白云阴半步 我们以往的交情 就此一刀两断 少长老我听 拒绝一下就说了 嘿嘿嘿 小老弟 我核义跟你一样 我不信邪的 少长老说完 正想揽入一只鞋 突然间被你抢了 一把剑逼出来 接着呢 跳了一个少女出来 那个少女一出来笑口细细 体态轻盈 在金眉梁云中燕和方圆圆之间 他直接就是燕鸭三女 少长老我见到一只 就说 噢 是你啊 这位少女呢 不用问了 只是没有当黑白两道上的人 千方百计要抓莫文 嗯 这阵少长老呢 就背对着那帮人 面向着莫文的 他即时用密音入耳之宫就说了 你这个大胆的妹子啊 你还不快点走啊 你真是瘦星公调警 厌命场啊 莫文笑话就说了 你别进来啊 要不然 你就跟星君没有朋友做的啦 那莫文的出现呢 人魔星君和青蟲道长的交锋 暂时停下来 这阵魂中燕就指着莫文说了 师傅啊 他就说我们要追踪的青蟲狐狸啊 那魂中燕的师傅 洛青谷呢 一会就说 蛤 她就是狐狸女 跟着说完就卡卡笑了 哈哈哈哈 好一个狐狸女要 我真是佩服你有这样的胆量 居然不静悄悄走出去 还走出来见我们 莫文就说了 是啊 怎样啊 我想见下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 有头有面的人啊 不行啊 哦 行 那你现在见到啦 怎样啊 没有怎样啊 不跟平常人一样 我什么三头六臂啊 莫文说完对人魔星君来说了 多谢星君你的关心 他们其实来找我的而已 请星君呢 就不要跟他们作无谓的纷争 也都不要卷入这场是非当中啦 一切 由小女子来应付他们啦 人魔星君即时就说了 莫姑娘 老夫看不惯这些所谓名门正派 头号人物的嘴唸 那少长老听到有点奇怪的心思 哦 我老乞义还怕你落在人魔星君的手中 想办法进去救你 我想不到你们多有手段啊 竟然将在外黑黑有名的人物 拉拢了你这一边 好好好 我真的很心酌雷劈 白白为你担心啊 那就说了 狐狸女 看来 你和我小老弟的友情似乎很好啊 当然啦 因为我和星君 在你们这些名门正派人的眼中呢 都是歪摩邪道 既然我们是歪摩邪道了 怎样都不在一起啊 清场道长在旁边说 蛤 蛇鼠一窩 人魔星君立刻又是生气了 杂窩老道 你口干净点啊 你说什么啊 说什么啊 频道说你们是蛇鼠一窩 好 你够胆地说我 看来我们今天不交手是不行了 无所谓 频道随时丰沛 这只莫文就说了 诶诶诶 星君 你不要生气 接着呢 莫文就对他青虫问了 我们是蛇鼠一窩 请问你又是什么东东啊 他青虫道长就不恶不答 不理他 莫文就说 我看你啊 他是图有虚名的魏君子 奸险的小人 你说什么啊 什么啊 魏君子咯 奸险的小人咯 杂磨老道 你想不想我再说一次啊 戒胆 狐狸女 就算你今天交出慕容家的武功绝合 频道都不会用你在世上残害武林 这么说 你今天一定要杀我了 没错 除魔慧道是我们频道的天职 你这个魏君子 原来你是想杀我灭口啊 频道一生光明磊落 杀你是除魔 且不想灭口 好 频道可以给你死之前 将你要说个说话 说完出来 是啊 那我真是多谢你了 雷勇 有话你就说 说完你就去死 好 说就说 我问你 你来找我 是为了获得慕容家的武功绝学啊 或是自在除魔啊 两者都有 那你得了慕容家的武功绝合 那你又如何处理先 那是我们中原武林几大门牌的事 不用你多问 小女子看来 你又自在读得慕容家的武功绝合 今后你就清白武林 胡说八道 我这些都没说错你 不然 不是 你为何派人去自足山庄做臥底啊 暗中向你通报消息 你无中生有 是吗 需要我们去找慕容庄主问一下 女妖 你不要想借此延长你的命啊 你不敢去对质啊 废道对这种无中生有的事 何需要去对质 就算要对质 废道杀了你再去都不迟 杂暮老道 厚厚厚诚诚唐杀我杀我 你杀的到我吗 你不放在我剑下 算你好彩啦 不过我今天不想杀你 留回你那条狗命 去制触山庄和慕容庄主对质 雷妖 你太放肆了 你儘管兩兵你出來 你是一個人上啊 又說跟人家聯手一齊上啊 對你這個老妖 貧道使和其他人聯手 是 你號稱中原一劍啊 你應該有這樣的智庫才是 小女妖 快點兩劍 兩不兩 莫文稱的聲音 就中盆龍寶劍就出甲了 就身嚇嚇嚇 閃躍著韓光 劍氣遁生 小長老情不自禁脫口就出了 咦 小妹釘 你哪裡偷了這把寶劍啊 除了人魔星君這邊的人之外 其他人都嚇嚇了 這個狐狸女妖 去哪裡得到這件神兵利器呢 因為他們個個都知道 這是一件武林奇珍 莫文掃了庫木禪師等人一眼 笑著對小長老就說了 你以為我好像你這個老乞丐那樣 專門去偷人家的珍寶嗎 喂喂喂 靚妹 你連慕容家的武功絕學得夠膽偷 你還有什麼不敢偷的 唉 這一次啊 你周身是寶 黑白兩道上的人 恐怕一定不會放過你了 莫文一聽就知道少長老在好心提醒自己 但是他就不在乎說了 是啊 多謝了 我無所謂的 看來你們名門正派的某些人 都是跟黑道上的人物一樣 一見奇珍易寶就起貪念 門口仁義道德 腸裡面 只有一些藍道女槍 庫木禪師立即接著說 阿里陀佛 莫師主 不要順口開河 烏言莊語 醉過醉過 老和尚 我說錯了嗎 你們現在不是貪圖慕容家的武功絕項 怎麼一天好像冤魂那樣 整天纏著我不放啊 西域如銘陰掌門的人追蹤我 廣西大搖山一群山賊也追蹤我 什麼少林武當 俄眉昆倫 華山行山的人 個個都追我 無非就想把慕容家的武功絕項搞到手 那有什麼區別啊 阿里陀佛 路納等人追蹤施主 只是怕慕容家的武功絕項 落到了邪魔歪道人的手中 在江湖上為非作大而已 老和尚 你不用自欺欺人了 你們現在真的不想慕容家的武功絕項 落在歪魔邪道人手中 那為什麼事干 如銘陰掌門的人大舉親密中原 為了接觸山莊 你們不去對付大搖山等四山的賊人 包圍了接觸山莊 又不見你們去解狗 原冥陰掌門的教主 派人到紫竹山莊做臥底 千方百計 搶搶慕容家的武功絕項 你們這些名門正派的人 亦派人到紫竹山莊做臥底 亦都想偷武功秘笈 看來明的暗的 都跟西域原冥陰掌門的人一樣 即是他們更加公開 明目張膽 你們遮遮掩掩 打的維護武林其好 其實骨裡面是一路的科色 哇 莫文一直爭爭之然 可圈可點 摘地有聲 即時講到 枫木禪師的啞口無言 人魔星君一見 哎呀 拍爛手掌就講了 嘿喲 莫姑娘 你說得真是好 嚕嚕第一次聽到 人間正義之聲 青蟲道長就講了 邪魔歪道 孫口痴王 不要口水多個茶 快出招 頻道的容忍是有限的 怎麼少掌路就講了 嘿嘿嘿 道長 這個狐狸女 我聽也有些道理 雖然有些事是暴風捉影 但也不是無中生有的 那時候那群蟲人 包衛紫竹山莊的時候 我們的確是趕去得遲了 好嗎 那個道長就講了 校長好 邪魔歪道的語言 說得再好 都是邪魔歪道 不足以信 女妖 快你出招 如果不是頻道先出手了 今天再講那個陸政局 見到莫文面對枯木禪師 青蟲道長和自己 依然這麼鬆容鎮定 談吐瀟灑 暗暗清奇 後來又聽到他這一直 憎憎之言 更暗暗點頭 自從他跟蹤莫文以來 無論是聽到的 看到的 莫文在江湖上 其實並沒有什麼劣跡 他除了濫殺一些山賊之外 其他沒有殺過一個好人 也就是說他殺的 都是一些可殺的人 他雖然雖然像那些名門稱敗的弟子 但嚴格來說也出於自衛 現在他見到這個青蟲道長 下下急於要出手 有一點點不高興的就在這眉上說 青蟲道長 我們不妨再聽聽這個狐狸女有什麼話要說 駱長門 這個女要狡猾非常 牙尖咀利 你不怕她逃走嗎 哦 有我們幾個在這裏 他哪能逃走 就算我先讓他走出半里之內 我也有辦法追他回來 駱政谷這樣說就不是自大和自富 他的輕功一流 在武林中他講第二 沒有人講第一 所以有鬼影大俠之稱 青蟲聽了駱長門這樣說 看著他的頭看著虎目蟬絲 於是說 你們怎麼看 那樣